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小媳妇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米其林大师猴不雄的马铃薯尼 在我们开始做之前,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我的视频是有中文和英文字幕的 需要的话记得要打开字幕哦 做马铃薯尼的主要食材有 马铃薯 无盐牛油 牛奶 还有盐 食材成分以及比例会列在说明框中 咱们开始煮吧 首先第一步将清洗好的马铃薯放入锅中 然后加入水 最后加盐 搅拌到盐融化 开中火将水煮滚 水煮滚后转小火并盖上盖子 继继续煮多25分钟 25分钟后将刀子插入马铃薯 刀子轻松滑出就可以熄火了 将马铃薯瀝干 然后去皮 将马铃薯通过细的食品研磨机 放入大锅中 处理全部马铃薯后 开中火加热 然后转小火 一点一点的加入冷牛油 搅拌直到顺滑 同时取出一个小平底锅 加入牛奶 开中火将牛奶煮滚 当全部冷牛油被马铃薯泥吸收后 一点一点倒入煮沸的牛奶 快速搅拌 继续搅拌直到所有的牛奶被吸收 全部牛奶被吸收后 就可以熄火 然后加入盐调味 如果要获得更细腻的马铃薯泥 就将马铃薯泥过细筛 这时猴不熊大师的马铃薯泥就做好了 如果喜欢我今天分享的猴不熊大师的马铃薯泥食谱的话 记得点赞 还有要转发给你的朋友看喔 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请订阅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